在我高院第一次保釋的時候 第二天就接觸到法德章 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 你是因為什麼事 想找法德章幫忙 因為我有宗案件 還押去大南女子監獄 當時就因為在高等法院補釋不成功 其實都很失落 第二天都很失落 遇見到法德章在那裡 本來都沒有想過去 因為很多人都說法德章只是幫一些不同國籍的人 然後機緣巧合之下有一個囚犯 可以說我囚犯 跟我說可以試試找法德章幫忙 那我就沒有考慮 我去問一下 那我很順利地跟法德章去聊天 去聊天 然後就去 原來這個 我的案件有很多人都一樣被騙 跟我的情況差不多 那法德章就很好 想收集很多的資訊 想呼籲其他不同的人 不要跌入一些陷阱那裡 關於什麼被騙的案件 可以說詳細一點 或者你的案件是什麼案件 其實現在我是被控一個 反運危險毒品的案件來的 那這個案件是因為本身 大概的情況就是 因為我不相信一些Facebook的廣告 有一個群組叫做快錢專線的群組 都有幾個群組都叫快錢鞋頭的 兩三個 裡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都是很快地找到的錢 有一個叫做出獲的 那出獲的那裡 都細問一下 原來是帶一些黃金 碎鑽、工藝品、古董 我也有問過 那會不會是毒品呢 他們很多不約而同都說 不是的 而有毒品的話 其實價錢會很高 而且一定會讓你知道 也有一個問號 也有一個問號 是 簡直是寫著 出獲 就寫著是20萬 那我都問過 這個是什麼來的 他說這個是毒品來的 是 也有這些貼文的 那我就不需要了 那我都直接去拒絕 那就是這些案例 因為其實本身 我自己就是單親家庭 單親媽媽 那我兒子 其實就大概十歲左右 那其實 因為離婚之後 那個關係都不好 關係都不是那麼好 那所以 都想和他去修補關係 那 唯一就是不停地去 他需要什麼 我就不停地買東西給他 他需要什麼 就是去滿足他 他希望可以 大家關係 去靠這些 去緊密一點 親密一點 那他都很喜歡去旅行 那之前都可以 負擔不起 那他 因為亞洲地區 都可以負擔 勉強 那他想去英國 那我費用都幾高 還有他有說過想去英國留學 那我就不想跟他說不 那我就 賺快錢 那接觸到這個賺快錢的群組 那我看到裡面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 例如是出了戶口 出國 出國 虛假文書 或者是這些這樣的方法 那我就問了有關什麼叫出國 好像剛才所說 帶一些的 有第二個國家 帶一些的黃金 工藝品 古董 回來的 那剛才提到就是 會不會是一些毒品 那他們所有人都堅稱不是毒品 那他們都說很討厭毒品 那整個過程裡面 都接觸了不同的人 那我都信了他們 不是毒品 那我就去做這件事 那就犯下了這次的錯誤 一個的罪行 是 是 其實在香港裡面 他們怎麼游說你去接受這份工作 或者怎麼游說你 其實你也有懷疑過不是毒品 但是他們怎麼游說你 或者令你最後都真的做了這件事 他們有幾個不同的人都會 開頭在香港的時候 有兩個不同的人都說 他們都很討厭毒品 他們不做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做 我們都會跟你說 有另一個朋友都有做 可以介紹給你 而那個酬度更加高 我說 那不需要 那他們 他說 你放心吧 這些一定不是毒品 我們都很討厭毒品 所以我們這條線是不會有毒品的 這些毒品是害人 傷天害你 所以我就 因為不同人說 第一個人覺得我也有懷疑 我也不想做 但是第二個人又再跟我說 同一番說話 也都說到很激動 或者都說到整個小時 然後 也都有提到 這些一定不是 還有他 說到好像 押送貨品 好像以前古代 現在就是有其他不同的法律公司 有一個押運服務 好像古代 押運服務 一定要有一個人 專人去拿這些貨品回來 我說 為什麼會這麼高人工呢 他們就說 因為他們那邊的老闆 因為買完的東西 不想拿回來 那裡面 譬如是黃金 古董 或者一些拍賣 拍賣回來的那些 你都知道他們 但老闆不想拿來拿去 所以 就不介意出多少錢 就安全地運送回來 因為如果花了 那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 價值就會低了 那他們也有提到 就算是 那我都問 那如果黃金 是合法的嗎 回來香港 或者這些古董回來香港 是合法的嗎 怎樣補稅 或者是 這個 有一個的稅行 或者是 是不是合法 運回來香港的 那他們會說是合法的 是的 只不過是因為 要給稅 如果真是 被海關抓到 都沒事的 只不過是他們 會給一張 紙 然後 去交回 所叫的稅行 或者是所叫的 金額 那就可以拿回 不過不用你給的 他們說 如果你真是被人捉了 然後有一張紙 那你就交給我們 我們就會去 交的了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都會有籌補的 是的 所以他們說得很真實 那其實不同人去說 兩個 兩個 那我就覺得 原來很安全的 只不過我的角色是一個 壓課員 所以我就 接了這些工作來做 其實這些工作的囚錄是多少 有 四 其實一次到 八萬都會有 是的 那它視乎不同的國家 那他們就 這樣說 就是視乎不同的國家 和不同鴨運的貨品 嗯 嗯 嗯 接著就在一次的過程裡面 就被拘捕了 那那時候 你最大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 可能你一開始很相信 其實不是犯法 但是去到 啊 原來發現不是的時候 你當下有什麼 有什麼感覺 開 我第一 開 我開 SKIP之前 我都覺得 沒問題 很鎮定 這樣開了之後 完全 我不知道那些什麼 我都問海關 你這些是什麼 這麼大股味 是的 我人先親中 我沒接觸過毒品 沒見過 沒問過 也都我朋友之中 都沒有人去吸食毒品 所以是 那當然他們是不會告訴我 那只不過是 落 叭葉的時候 就跟我說 現在不是CB 你說現在是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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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跟我說 就是 你被控一個 反運危險 懷疑 懷疑反運危險 人 我初時都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叫反運危險人 我不知道 我完全被 落叭葉 落到海關 一個小房子 要我脫掉衣服 我都不知道什麼事 我直接跟著去做 那我當時都很害怕 是的 我都很害怕 那什麼事呢 是的 這件事應該對你的影響很大 你在經濟過程中 又被拘捕 又被檢控 現在面對著要下 charge 其實這段時間你有什麼轉變 生活上帶來的動盪是什麼 很大的轉變 原本是想跟兒子去修復個關係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 連家人都生氣了 也都遠離了我 我一發生了這件事 是沒有回家 也有一次是因為 所以他們海關 要看回居住的環境 在那一刻 去上過家 那件事之後 完全跟外界斷絕了來往 家裡的所有開支 或者是一些公款 是斷了 造成家裡很大的壓力 因為家人都不理解 整件事是什麼事 就覺得我犯下了離天大錯 都跟兒子說了 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 聽到這件事 其實我想他的心情很複雜 因為之前已經有些不好的關係 更加是破裂了 這個就是家裡的關周孫 現在保釋了出來 原來家人幫兒子 轉了電話號碼 我們聯絡不到他 但是我今天沒有告訴你 我也能說 好 對 我回到芬蠍子 我回到芬蠍子 我回到大學 我回到芬蠍子 那 我回到芬蠍子 去接受這個事情 其實都很絕望的 就是想回 所有事情都跟家人的關係 一下子一夜之間都沒有了 其實之前聽到人家說 一夜就沒有了家 其實昨天保釋回家 我怕兒子的房間是 收拾東西走 家裡很亂 今天早上還在看 真的明白 什麼叫做一夜之間沒有了家 那裏面其實 我沒有哭過 因為那個月也沒有哭過 因為不敢想也不想想 就算家人只探過一次 然後很生氣地走 也沒有探過我 也不敢想 只是 我有想過 自己為什麼會這麼愚蠢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反思 也是 很好的機會 給我去 想 這麼多年來 我自己去做的事 或者這次 如果不是因為這樣被拘捕的話 如果我成功了 又會再做 好像上次這樣 就是這次這樣 放下了戒心 下一次可能是更加嚴重的罪行 其實反而我在裡面是一個感恩 這次是 一個是很好的 教訓 是 是很幸運的 但是我反而覺得 雖然是沒有了家 但是 是倒絕了我將來走的路 如果不是這次被 拘捕了 我覺得沒問題 我會再做 完全是 再拘捕了 因為不知道原來裡面是毒品 你這次 其實也有些事情 想跟大眾說 你想傳來什麼訊息 其實 所有的 叫做 快請的工作 全部 大部分都是非法的 當然他們是想你去做 叫人做的人是 沒有法律站的 但是當你真的做的時候 後果其實是 都很嚴重 所有的 這個 穩定的方法 其實是 很傳統 沒有任何什麼叫做快錢 你現在會面對 即是你 說了四十幾天之後 出回保釋道 那未來會面對什麼 面對這個官司 是怎樣的 很多人 即是很多 不安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還 也不知道 要面對多少的年期 雖然大約知道 那段期間真的見不到家人 那小朋友這個時間 真空了 那小朋友這個時間 不知道會拖多久才會判刑 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隨時有要再回去還 記住到判刑 也不知道怎樣去打下去 請律師都是一個很昂貴的 金牙 因為這次少少貪念 也造成自己很大的損失 你是不是接觸那些快錢網 其實都很普遍的 這件事的感覺 好像很容易會接觸到 這樣的 所有找快錢的機會 你當時搜尋的時候 你感覺到這件事是 很普遍的 因為其實一打快錢 其實已經有幾個群組 已經出來了 大概三至四個 所以 看到裏面的帖子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 是很容易有一個陷阱 那 其他那些本身 都不是太清楚 是不是非法 但因為入了 還壓了 接觸了不同的人 原來才知道其他東西都是非法的 因為 這個可能都是給 Farer John的那些片 可能有需要 就是究竟那個 運的過程 就是 在哪裡運 什麼 類似是這樣 我們剛剛沒有說到泰國 也沒有說在哪裡交收 我們這些可以 不一定說實際是什麼 類似是 在香港有聯絡 然後飛去泰國酒店 他們訂購所有東西 República 在酒店附近 又全部交給我 然後 香港機場 又再 這條線 說一下這個过程 horizontal 凡凡凡凡的地點 可能它套iness 安排好 您住的地方已經安排好 需要用上來那個人和您聯絡 對 對 就是 我們講完這個過程,應該都差不多 郭仔是不是可以了? 不如說一下他們要你做的工作過程是怎樣跟你聯絡 開始就是在香港WhatsApp去聯絡 就確定了我去做 當中他們是需要有主席證明 身份證、Passport 然後就需要在家樓下錄一條片 給自己的家給他們 然後確認你真的在那裡住 然後他們會幫你去預約機 他們會首先問你那幾天可以不可以 然後幫你預約酒店、機票 直接去到他們都會再給你生活費 很少的生活費 去到泰國 一直都要跟他們去溝通 但是去到泰國的時候 香港那個WhatsApp的人就不再跟你聯絡 他們就會開了一個Telegram的群組 他們香港人就會聲稱 去到泰國那邊就有泰國的同事去聯絡你 一個Telegram這樣 一下機他們就要報到 去到哪裏都要報到 就算出酒店都要報到 然後時間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會有人拿東西在酒店那裡交收 那個交收的人是不會跟你有任何接觸的 他就給你一個行李 然後就離開了 那個人 因為他們交收的時間都算得剛剛好 我們在飛前一定要去機場之前的時間才給我 所以裡面當中 說要求開箱那些時間 他們都不會給你有任何開箱的時間 也都不給也都不允許 他們說沒有Password 去到機場 上的士都要拍箱 就算下的士 去到機場都要不停地拍照 他們起碼知道箱去到哪裏 去到輸送帶那裏都要拍照 在泰國那邊起飛的時候 都要不停地拍照 就無論起飛或者什麼 其實去到哪裏都要報到 直接到去到香港 他很厲害的 一落經已經知道是哪條運輸帶 他就會告訴你 那他就會告訴你 為什麼去哪裏運輸帶拿行李 他說一定要聽指示 拿了行李 不要就這樣出關 那我們就順利去行李那裏拿行李 拿完行李之後都要拍照 然後跟著就要等他指示 就是在哪裏出口大堂出A或者B 好像很清楚那裏 哪裏地方是多人 或者哪裏地方是無人 就會叫我去哪裏出口 去出 出完之後 其實他們都會再要報到 然後又要拍照 然後就告訴我們 在哪裏交收 記得上次說在的士站交收 直到去到的士 有個人 當天我們不停地報到 都會有指拍 那個人就認得我 他就伸手過來 就拿了行李 原來都未會過神 就會有個人 把錢放下來 這裏是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 我這裏是補問的小問題 看我們會不會剪的 其實你過程中有沒有想過開箱 檢查一下 有 不停地要求 不停地要求 當然我不停地要求 那對方是不停地拿不同的理由 他說因為要有公司文件 要申請 公司未批 好像整間很正常的公司運作 所有老闆要批簽名 一直在等文件 他們好像扯貓咪一樣 因為那群組裡有兩個人 會不會是你的大頭蝦 忘記了文件 是呀 忘記了 我現在立刻補回 然後你等等 他們正在申請 然後 接著 中間的過程 都有恐嚇的 有恐嚇的 那他 就提到 就是 我們都說不是毒品 對了 那你 這麼怕 你都不適合早一行的 都說不是毒品的 好像 人家 他都是說話 好像人家批貨一樣 你一開 就什麼責任是你賠的 你知道裡面的東西多貴 不是呀 你賠不賠得起 你一開 直至到我們開箱那一刻 你都要承擔我的責任了 那我也有反駁 我說如果我加修作給你們同事 去到你們開箱之前 我都看不到過程 那為什麼入了我的數 那因為你要堅持開箱 我們都說不是毒品 我們最討厭這些傷天害理的東西 他講得很真實 很憤怒 很激動 很激動 然後 香港那個人終於抱頭 就說什麼事 我說他不敢 他不讓我開箱 他說不行 他趕了我開箱的 你等等 我立刻去罵他們 扯貓尾他們 我說好 我等你 然後 然後 隔了不久 他說 我也不知道 他就說 給這段綠音樂 你自己聽 他們這樣 或者給你自己看 我忘了是看訊息還是聽 他說 是不是傻的 為什麼堅持講毒品 講得我們都煩了 都不是毒品 好像被他講得 真的好像毒品 現在還在跟他申請 如果他這麼害怕 不要叫他去做 叫他自己買機 給他 不過 今次的賠償 都要他自己賠償 然後 Telegram 那些人都有問我 香港那些人有沒有跟你說 如果你不做 你要賠償多少錢 我說沒有 我說沒有 他說你要賠償幾十萬 或者十幾萬 或者幾十萬 我也不要記得 因為他電話跟我說 我說沒有這個資料 那現在真的怎麼樣 是不是真的不開 我說我也要開張 現在不是不讓你開 現在老闆那邊還沒簽名 一直拖我時間 一直拖我時間 接著到香港那邊 又打電話給我 他又好像很好人 他扮好人 他說當然不是 一直都能開箱 怎麼會不可以開箱 是他們給下文件 沒有這些事情 他會嚇你 如果你不戴帽 你自己買機票回香港 不會有這些事情 我說不要緊 那我現在是不是 怎樣 他說 他現在交收之前 的時候 看看可不可以開箱 你等一等 我已經很緊張 很緊張 時間已經是 不過現在 你說到這樣 真的不是毒品 我都 真的 讓你說到 我真的以為那些是毒品 我們不做這些事情 現在真的說到 好像我也做了這些事情 那他這樣說到 我是放下了計身 但是我沒有跟他們說 那一刻 但是我都覺得不對勁 因為越來越接近 check-in的時間 就是要去機場 那我說 那怎麼辦 什麼時候 然後 他說 這次真的 未必開箱 那你怎麼辦 我說 你這樣說到 你這樣說到 這麼真毒品 或者這個不是毒品 你這樣說到這麼真 你這樣說到這樣 那我相信你一次 就做了 好